那么一对齿轮传动除了要能够正确配对没有齿色间隙防止正转反转撞击以外 我们还希望我们知道一对齿轮上的一对轮齿 你上一个齿我上一个齿 真正推动当主动轮转的时候 真正推动从动轮转过一定的角度 而不可能让他转整周对不对 那么要转整周呢 就是说要让我在这一对轮齿脱离捏合的时候 后面那对轮齿能够进来 就好像你们进攻劳动的时候 是不是两班岛啊 不是两班岛 那么工厂的工人是三班岛 那么三班岛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早班要下班以前 希望你中班的来接班 咱们有一个交接 这样生产可以不断去 对吧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要我下班了 你还没来晚了半个小时 对吧 那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齿轮传动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把这个条件叫做连续传动条件 为了要讲连续传动条件 请大家先来关注一下 一对齿轮它的捏合过程 轮齿的捏合过程 注意了啊 大家注意看 好了 我们从这儿开始看起啊 这是个主动轮 这是个从动轮 注意了 这点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 从这儿开始 是主动轮的 齿根的某一点 推动 从动轮 齿顶的最高点 对不对 这一对轮齿 进入捏合的时候 肯定是从这儿开始的 在这之前 它没法捏合 对不对 我的齿根部分 一定要推动 你最高的点 你最高点 我都推不着 那别的点 更蒙缩了 对吧 所以这个点 我们叫做起始捏合点 注意了啊 从这儿开始 进入捏合 注意了啊 我们接着往下走了啊 看 随着这个主动轮的转动 这个捏合点 在从动轮上 是逐渐从齿顶往齿根移 对不对 在主动轮上 是逐渐从齿根往齿顶移 对不对 是这样的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 它们就要分开了呢 注意看 我们再稍微退一步 好吧 那么移动到了这一点 要再往前走的话 那么就是主动轮的齿顶 要推动从动轮的齿根的某一点 如果再转个角度 我这齿顶都已经推完你了 我就没事了 我再该走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两个就分开了 那么因此注意了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点 我们从头开始啊 我们把这个点叫做起始捏合点 谁能告诉我 起始捏合点怎么找 对于从动轮来讲 它是齿根的某一点 我不知道是哪一点 但是我知道 对于从动轮来讲 它一定是齿顶的这个点 对不对 那因此我依这个为圆心 依它的齿顶圆为半径 做一个圆 交于捏合线上的这个点 是不是就是我现在说的第二点啊 它叫做起始捏合点 注意怎么找啊 我将来要让大家画图的 然后再来看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一点叫宗旨捏合点 对不对 那我再问一针 它就跑过去了 对吧 宗旨捏合点 那么它一定是 主动轮的顶圆 和捏合线的交点 所以注意 我知道下标为什么是B1 这个下标为什么是B2 二轮的齿顶 一轮的齿顶 好了 那也就是说 实际捏合的时候 实际捏合的时候 并不是整个建开线齿阔 都要参与工作 那么我现在打上抛面线的这两段 就是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啊 实际参加工作的那一段 对不对 我们叫做建开线齿阔的工作段 叫做工作段 我们把B2B1呢 叫做实际捏合线 那么跟E跟2呢 理论捏合线 对吧 理论上最多到那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搭不到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注意了 好了 了解了轮齿的捏合过程 下面我们来看连续传动条件 注意了 那么既然刚才捏合过程 都是在捏合线上来走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来研究捏合线上的情况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这个实际捏合线 比我那一个法相齿据来得还要小的话 来得还要小的话 注意了 到这点 我们整个看一下 好吗 我们再来看 两个是不是在这开始捏合呀 对不对 齿根部分推到的尸顶吗 从这开始捏合 接着走了啊 走到这儿 他是不是就再跟一下就要脱离了 他脱离的时候 后面的轮齿进来了吗 后面的轮齿还没进来 那么传动就中断了 对不对 传动就中断了 那么这节就是说 实际捏合线小于 法相齿据 小于法相齿据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在这个时候 他要脱离了 后面还没进来呢 对不对 因为要捏合都要到捏合线上来 对吧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实际捏合线等于法相齿据呢 注意大家看 捏合过程 你看半天 你再关注哪个点啊 关注这开点啊 注意了 我们再来看啊 看一下 从这点开始 接着走了啊 注意了啊 到这一点 它是不是要分开了 但是因为这个 法相齿据正好等于这个 实际捏合线的长度 那么后面一堆轮持 是不是又进来了 就是在你即将脱开的时候 我就即将进入 也就是说刚刚好能够连续 对不对 那么第三种情况 大家可以想象了 如果实际捏合线 比法相齿据来得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啊 关注这个点 关注这个点 注意了 到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要脱离了 它还没脱离的时候 我这是不是早进来了 也就是说 一点半我们交班 对不对 那我一点就来了 对吧 就和我们上课似的 我们是三点二日上课 我三点前 我都到教室了 对不对 它就是这样的 那么由此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连续传动条件 也就是说 要满足连续传动条件 就是要实际捏合线 B2 B1 要大于Pn 我特别强调这个下标 一定是B2 B1 因为它是起点 它是总点 对吧 不要写B1 B2 注意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 好了 那么我们 就把它具体化 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重合度 重合度 什么意思啊 接住笔 对吧 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重合度呢 就是实际捏合线条 到底有几个法相实际 对不对 那要真正连续传动的话 就要求这个笔值要大于 至少要等于1吧 对不对 那么等于1就是说 每时每刻这一对齿轮 都有一对轮齿在捏合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大于1的话 就是说你那对轮齿 还没有脱离 我这对轮齿就进来了 也就是说 在某段时间 会是两对轮齿 同时在捏合 能理解吧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连续传动条件呢 我们引入了重合度的概念 工程实际中间 隔行隔夜的重合度 要求不一样 那么这是有一个表 比如说 比如说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就是你们汽车的专业 因为我过去 给汽车系讲课的时间比较多 我叫汽车拖拉机 因为咱们过去汽车系 是过去我们叫动农系 我上学的时候 动农系有一个专业 叫汽车拖拉机专业 你们现在的汽车系 就是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改的 这样 好了 那么了解了重合度的概念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重合度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重合度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这个重合度的含义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 重合度等于一 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演示的情况 就是每时每刻都有一顿时的捏合 对不对 那么如果重合度等于1.61呢 如果重合度等于1.61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注意了 注意看 到这点 我们退点 到这点 到这点 注意了 这个还没退出来的 后一顿是不是进来了 后一顿进来 从现在开始 注意了 从现在开始 他在捏合 他是不是也在捏合呀 那么整个是几顿时捏合 传统啊 两顿时啊 这是一顿时 这是一顿时 注意往下走了啊 是不是两顿时啊 注意了 两顿时 接着往下走 当走到这的时候 这个要退出了 剩下是几顿时啊 是这顿时代捏合 这顿进来了吗 没有进来 开始又是一顿时捏合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我从这个B2点开始注意了 我把这个地方 这个点 这个线 斜线 我给他拉直了 拉平了方 好话 从这个B2点开始走 走过一个尺区以后 法相尺区以后 是不是 你再往前走的时候 我后一顿时进来了 对不对 当你再往这走的时候 我也往这走 走剩下0.61的时候 你也走0.61 那么在这一段和这一段 是不是两顿时捏合呀 然后当我这个退出来的时候 对吧 当我这个退出来的时候 那个还没进去呢 你这顿时还在这 往这接着往这走呢 那么这一段 是不是一顿时捏合区啊 注意了 如果是1.61 就表明这顿时轮 有时候是一顿时捏合 有时候是两顿时捏合 对吧 那么他们的笔值呢 你可以算出来 那么什么时候 是两顿时捏合 到底占了多长 一顿时捏合 到底占了多长 对不对 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重合度的这个含义 给大家讲 那么了解了这个 重合度的这个 概念和重合度的含义 那么下面大家关心的是 那我怎么计算它呀 我怎么计算它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计算这个重合度 计算重合度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顿齿轮捏合 它重合度的计算 那么不就是 B2B1除上一个 那个Pn 法相齿距 法相齿距没问题 可以计算 就是πm乘上cosα 对不对 我们已经上课已经讲过了 齿距怎么计算 那么现在关键的是 要把B2B1求出来 一旦B2B1求出来 这个是知道的 那么带到这个式子里来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结果 对不对 那么B2B1等于什么呢 注意了 B2在这呢 B1在这呢 那么B2B1就等于什么呢 注意了 等于这一段长度 看啊 我等于这个 B2C和B1C B2C加上B1C 对不对 这两段 我们先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看这个 先来看一看这个 B2C B1C到底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B1C 这一段 注意了 这一段肯定等于这个 注意了 从这开始 到N点 为什么要到N点呢 因为这能够构成一个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机缘都是知道的 顶缘也是知道的 那我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长度来 对不对 再减去谁啊 再减去C点到N一点 减完是不是就是B2C啊 对不对 那么C点到N点 那么这个也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也可以计算出 有关参数啊 计算它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 这段的长度 用齿轮的基本参数来表示 好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说 这个B1C知道了 那么B2C也是这样 那就先算出来这个长度 再减去这段长度 不就是这段长度吗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那么推导就是这样 就是直角三角形 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不说了 推导的结果 最后带着基本参数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 看到吗 就是说 重合度等于B2 B1 除上一个PN 等上一个两派分之一 和两轮的尺数有关系 和两个齿轮的尺顶 圆的那个压力角有关系 然后和捏合角有关系 待会你下去以后 自己推对这个三角形 就能得出这个结果来 得出结果来 那么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式子 那么我要求大家 记住哪个式子呢 记住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式子是概念式 这个式子是个概念式 我不要求你去具体的 那个2%之类的 去那个 那个可以查手册 但是如果这个概念式 都不清楚的话 就要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呢 我记得若干年前 我给清华大学那会儿 在办分校 那么我给分校的同学讲课的时候 有的同学就是 就是做 那大概有 大概有十几年了嘛 以前 那么做这个的时候 那么他不管这个概念式 他直接的是去计算那个 就按照2%Z去问计算器 完全相信计算器嘛 就是去问 因为那个概念都没有了 那么就计算的结果 他得到了 这对齿轮的重合度 202.35 他竟然敢把这个作业交上来 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齿轮的齿路是20 一个齿轮的齿路是40 你得到的这个重合度 等于202.35 是个什么含义啊 什么叫重合度啊 同时粘合的轮齿的对数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 从此往后 我都要求 我所讲的地方 都是这种 类似这样的概念式 你要记 因为它反映了 基本概念的清楚不清楚 甚至有的同学计算出来 这个东西 按完计算器 等于负的3.25 他也敢交上来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 前面让大家做作业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 前面在连感机构 兔灵机构 做作业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用做图法来做 首先把你的基本概念都搞清楚了 怎么反转 然后怎么刚化反转 怎么设计 搞清楚了 然后你再从图上 将来你愿意用计算机算 用推导公式也行 但是不少同学 没有转变过来 还是在那 满足于在那上面 解三角形 没意思 中学水平 而且你解半天都是错的 概念都是错的 算了好几张 你先把基本概念 通过做图法搞清楚 然后你后头 将来自己从事工作设计的时候 你爱用计算机 爱怎么用怎么用 现在已有的软件多的是 不用你自己点 所以教学和应用 它之间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种关系 好了 我们这里讲的一对齿轮 下面我们来看齿轮齿条 那么齿轮齿条 捏合传动 当然仍然是这样一个式子 概念式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说上面 说上面的注意了 我们要解这个B1 B2B1这个长度 对不对 那么当然也是B1C 加上一个CBR 对不对 那么B1C我就不说了 和刚才计算是一样的 但是CBR 因为是个齿条 它实际上就是 可以解这样一个三角形 看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三角形 这就是齿条的齿顶高 对不对 齿条的顶线 对不对 齿顶高 对吧 这是齿轮的顶原 焦点在这 对吧 齿条变成直线了 在这 那么所以解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 带到里头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和刚才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一个结论 那么我们得到了两个式子 一个式子就是说 对于一对齿轮传动的话 这个重合度 是用这样一个式子来算 对于齿轮齿条传动的话 这个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 那么通过比较这两个式子 你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你看到吗 上面既有齿数 又有压力角 又有这个这个这个 有魔术吗 有没有魔术 没有 为什么没有魔术啊 也就是说 一对齿轮 它的重合度 和魔术的大小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么这是我给大家的一条 而是随着齿轮 齿数的增大而增大 对不对 你看看 齿轮齿数 齿轮齿数 是吧 随着齿数的增大而增大 那么是不是说 齿数越多 就大的 可以无穷大 没有极限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齿条吧 这个齿条 我刚才是一个齿轮 一个齿条 我现在假想 两个齿轮都演化成了齿条 两个齿轮都演化成了齿条 是不是就完全在那儿吻合起来了 它之间就没有传动了吧 没有传动的那种运动 没有传动的运动 就一个钢体了 这样走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极限 我们就来算一算 把这个数带进去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 也就我们叫做重合度的最大值 那么因此 把压力角是20度 HK型号等于 也就是正常齿的标准齿轮 捏合传动的时候 这个重合度最大到多少呢 最大到1.981 所以你就想一想 得出来202.35 是多么多么的荒谬 对吧 我们先说 基本概念的不清楚 再来说 你如果有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所以你在做一顿 直齿圆柱齿轮 捏合传动的时候 那个重合度再大再大 到不了2 如果你做了到2 你就别再 不管是做作业还是考试 非要交给我了 那我实在为你脸红 对不对 就是你一定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赶快找 不要太相信你的计算器 还是要相信申老师 好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结论 也给了大家了 那么关于这个重合度的含义呢 我已经告诉了大家 告诉大家 那么上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一顿齿轮要捏合传动 要满足几个条件 一个是正确捏合条件 就是两轮的魔术和压力角要分别相等 一个是无测型捏合条件 就是两个轮结缘上的齿后和操宽要相等 第三个就是连续传动条件 就是这么一个式子 这么一个式子 除此之外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那么我要问一问 一顿齿轮传动的时候 它是完全的在滚动 还是说有相对的滑动 一顿齿轮传动相当于结缘在做纯滚动 因此一顿齿轮如果在结点捏合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轮的速度大小方向都一样 它肯定在结点的时候是纯滚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不在结点的话 它的速度首先那个方向就不一样 那个接触点的速度方向就不一样 能明白吧 所以它肯定不是纯滚动 而是连滚在爬 就这样的 那么所以我们讲一讲齿轮滑动 就是一顿建开线齿轮在捏合传动的时候 只有在结点处就有相同的这个速度 而在捏合线的其他位置接住的时候 它们齿轮的上的那个点的 接住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的就有相对速度 而这个相对速度 只能够是在公切线上 而不可能在公法线上 一在公法线上是不是就分离了 对不对 所以它必然存在齿阔间的相对滑动 而这种滑动在干摩擦和运滑不良的情况下 那肯定不好啊 会发热啊 会磨损啊 特别是对于小齿轮来讲 那么它更严重 那么因此为了减小这个磨损 或者齿面的接住硬力 我们除了要研究摩擦学 研究运滑以外 那么实际设计的时候 应该让它实际捏合线 尽量的远离那个极限捏合点 远离极限捏合点 这是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就知道 它不光是纯滚动 而是连滚带滑 好了 那么关于间开线齿轮呢 我们前面讲了单个齿轮 这堂课我们就讲了一对齿轮捏合传动 一对齿轮捏合传动 那么要记住一对齿轮捏合传动 它的基本理论 为什么要满足正确捏合条件 为什么要满足无齿轮捏合条件 为什么要满足连续传动条件 此外要了解 它不是纯滚动 而是连滚带滑 是这样的 你不要满足连续传动 如果我满足连续传动 就会满足连续传动